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Luna 你可以叫我阿比丘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大众占卜呢 今天我们会做就是近期有什么大好运即将来临 我们这里有四副雷纳曼牌卡 这个是20号 所以20号公园牌卡 你可以选号码或者牌卡 20号公园 6号云 22号十字路口 7号蛇的牌卡 你们可以把左手放在牌卡上面去感应一下 然后你们的手上面有一种痒痒或者骚骚或者温温的感觉 那就是磁场能量 把手放在上面去感应一下 闭上你的眼睛也可以 然后我也是有一阵子没有上传影片 我是所以会休息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不间断的上传影片 有一种疲惫感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去休息充电 再有这个动力再去每个星期上传影片 当然上传一阵子会有一种burnout的感觉 所以我需要休息啦首先 再来就是在这段期间呢我有在教学生嘛 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就是 我有在教学生然后把他们训练成职业占卜师 如果他们感兴趣他们将来就是会当职业占卜师 我也教完了这个课程 他们有一些人已经考完试了 有些正在考试当中 在这段期间我当然私底下也要经营我的会员啊 然后会员每个星期都要上传影片 还有就是我要交 吊试占卜 我的会员就是叫雷纳曼跟吊试占卜嘛 所以我每个星期都要上传影片 所以其实是蛮很忙 我也因为我就是私人占卜 所以我有很多的东西要做 近期我可能会想要开发一个新的占卜的APP 所以你们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我需要 在这个YouTube的平台上面先休息一阵子 不然我可能会累到就是可能会虚脱吧 所以我以为我教完了这个课程之后啊 他们在进行考试嘛现在 所以才有这个时间再回来 就是去上传影片 所以也很开心就是能够回来 也很开心就是你们愿意等我 耐心的等待就是我的回归 给我们看一下你近期有什么 好运 即将来临了 大好运我们看一下 大好运 你们选好牌卡了吗 如果还没有选好的话 那我再给你们多一点时间去选 这里我们有20号公园6号云 22号十字路口7号的12牌卡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你们选好了吗 如果他没有选好的话 可以先按一下暂停 不然呢 我会先从选择20号公园牌卡的朋友们 开始看你们近期有什么大好运哦 好 选择20号公园的朋友们 你们近期有什么大好运呢 我们公园的牌卡 常常都是指向跟人际关系有关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状况 可以我们先抽几张雷纳曼牌卡来看一下 这画素的牌卡 其实我有点纠结的原因是 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个雷纳曼牌卡 它的这个英文字就是拼错嘛 不可以不是B-O-Q-U-E-T 好像是B-O-U-Q-U-E-T 他给我拼错 这个我一定要解出来 每次我看到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 怎么拼错 好第一张牌卡是花束的牌卡 第二张牌卡是鸟儿的牌卡 我们有爱心的牌卡在这里 然后我们有屋子的牌卡 再来就是 再给我多一张 凶的牌卡 可以近期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们想要买新的房子的话 我第一个先收到的信息就是 如果你们要买新房子的话 你们会找到一个蛮不错的房子 如果你们再找房地产 为什么呢 如果你们想要买新房子 首先你们喜欢这个房子 再来就是它的安全系统 蛮好的 这是极佳的 OK 你们近期的大好运 也有一部分 也是来自于就是家人的爱 所以如果你们跟家人吵架的话 再讲说近期你的大好运 就是可以跟家人和好 对嘛 所以什么东西都来自于家 如果有一个温馨的家的话 凡事做事情都会比较顺利一点 少一点吵架 多一点的爱 所以你的中间的牌卡就是爱心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跟你的父母亲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父母亲 我是第一次詹谱站到这样子 有四号的牌卡 物质的牌卡 可是在詹心里面 事公代表家 然后也可以代表父亲 然后我们又有就是雄的牌卡 母亲 所以父母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会有改善 或者就是有很多的爱 如果你原本跟你的父母亲之间的关系 会本来就不错 本来就是很甜甜蜜蜜 就是这样子 形容父母的关系有甜蜜的吗 不太晓得 可是我是感觉到 你跟你父母之间的关系 会更上更紧密一点 OK 这里讲说就是花束的牌卡 代表就是有很好的话题可以聊 也可以代表我跟你送礼物啊 父母送你礼物 或者你送你父母礼物啊 就是孝心吧 孝顺 所以近期你们的这个 这个磁场能量就是孝顺父母 这是我看到孝顺父母 当然也可以代表就是跟家里的兄弟姐妹关系也会和好 因为有时候鸟儿的牌卡也可以代表兄弟姐妹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 当然我知道 鸟儿的牌卡有时候指向你的双胞胎啦 OK 可是有时候是这样讲 所以你跟你双胞胎 如果你有双胞胎兄弟姐妹的话 的联系会比较紧密一点 所以这整个主题啊 最重要的就是跟物质有关 要么就跟家人有关的关系 非常的紧密 非常的好 这是你的大好运 OK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我们抽多五张 也有一些信息可以指向你们懂得怎么用爱去沟通 或者你们懂得去表达自己的爱 OK 有些人可能就是可能自己的父亲 表达能力 尤其是对爱的表达能力会比较冷淡一点 或者就是比较严肃一点 传统男人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先有看到就是这个大好运 就是突然之间家里的某一个人又会 又很会表达就是爱的感受 爱的传达 爱的表达 这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走向 我们继续看啊 这个我们这里有老鼠的牌卡 有女子的牌卡 我们先不分性别吧 因为这是大宗占卜 然后我们这里有星星的牌卡 小孩的牌卡就是跟小孩有关 然后我们有毛 这里我是看到就是你们家里面如果是你或者你家人当中有压力很大的 他们突然之间会懂得表达就是他们心中的那种压力 因为这种压力是需要家人的扶持的 可能代表你或者你家人 所以变成你们之间有互相扶持的这种强烈的一种联系 或者就是互相关心关怀的一个关系 亲情 这对你来说也是宇宙的指引 因为我们有星星的牌卡 宇宙的指引 让你就是去探索就是你家人的课题 然后探索亲情 父母之间跟小孩之间的关系 可以代表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可以代表你跟你小孩之间的关系 因为你们会意识到就是 家人不是说你要切断就可以切断的 因为我们有毛的牌卡代表就是这是长久的 这个爱不管是非常温馨的家庭 还是当中需要原谅的 可是这种爱 就是这种亲情的爱是切不断 这种很紧密的亲人关系的扶持 我是因为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人的 近期你的好运就是跟家人有关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走向 我看一下其他有什么额外的信息 我们抽另外一副雷纳门牌卡来看一下 可能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又是熊的牌卡 熊的牌卡又代表就是你的父母 尤其是这个母亲 父母之间的关系好像变得像朋友这样子可以聊天了 就在确认在这一点 公园的牌卡一旦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好 也会影响到直接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 你对于很多人都充满爱 因为家里有爱 你的爱从内心里面散发出来 你会缓解很多的人际关系 所以你整个人际关系就变好 刚才你们就是选了就是公园的花园的牌卡 对不对 所以现在花园的牌卡又出现在这里 可以代表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会变好 是来自于就是爱的那个家的基础 这是一个课题 这个也是一种修补的关系 你跟你家人之间在这一世认识的原因 也是一种缘分 也是一种选择 也是掺杂很多的因素 缘分加选择嘛 也是有一些因果 也是有一种强烈的联系跟连结 在这么多的灵魂当中 我们有百万几亿吧 几亿吧 几百亿 几百亿 有这么多人 为什么就是你跟你的家人之间 有这么强烈的一个联系 到你这一世可以当家人 所以这是你近期的课题 也是我是觉得就是蛮温馨的 因为有一个温馨的家 也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 而这个爱是从内心里面散发出来的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哇 你整个看起来就是 我看到的是红色 或者就是粉红色的那种 从内心里面散发出来的 你的根基我们知道就是海底轮象征着你的根基嘛 因为它在我们的脊椎那边 所以可以代表就是我看到红色跟粉红色啊 所以我才会解读这个 这个跟排卡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可是我有看到这个颜色 所以我才跟你们分享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 你跟你家人之间有一个修补关系的一个 或者提升爱的一个这个关系 会稳住就是你的海底轮 所以你会比较少一点恐惧 多一点安全感 所以这个安全感也会影响到 你跟他人之间的一种建立起来的一种安全感 你不会就是想要去提防别人 所以变成就是整个人豁然开朗 这个豁然开朗不是开心快乐 这么简单来描述啦 如果以我要找一些词汇来描述的话 是一种幸福温暖的感觉 OK 所以我看到就是这个其实是蛮不错的 你这个大好运啊 很温馨啦 我是感受到的 很温馨很温暖的一种画面 看一下塔罗牌卡 有什么其他的信息跟指引 OK 我们这里有战车 权杖骑士 女祭司 哇 OK 钱币 OK 你有一个稳固的这个亲情 或者和解的一个亲情 或者温馨的一个亲情 会让你有一种冲进 想要往前冲的这个动力 因为你有一种靠山的感觉 或者有一种 我这一世需要去完成的事情 我已经完成了 就是修补亲人的关系 可能你们有些人跟亲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 OK 所以如果好的话会很好 会比好还更加好 如果不好的话有修补的可能性 所以你好像放下了一个 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吧 或者就是你背后有靠山的一种感觉 让你有这个更多的勇气去往前冲 所以我们有战车的这张牌卡 然后权杖其实代表一种热情 代表就是不顾后果往前冲 它有时候可以代表有点冲动 可是因为你有背后有人支持你 那个背后不是假如说一种 虚无缥缈的一种支持 而是很一种安心的感觉 安定的感觉 所以让你就是有一种我往前冲的感觉 女祭司的牌卡也可以代表就是 因为你有这个行动力 因为这两张牌卡都跟行动力有关 所以女祭司可以代表就是你的直觉也很强 你才有这个精力跟精神去往灵修这个道路去走 或者开通你的眼轮 或者我们女祭司也可以代表平衡就是你的阴阳能量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或者你他拿着一个卷轴 里面有Taro这个文字是跟塔罗牌卡有关 可能你对塔罗牌卡有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年底会开班 找我 我可以当你的老师 当然你们有些人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有B跟J代表就是阴阳的这个能量 所以你可以平衡你的能量 所以能量一直不断的提升 也因为你的磁场强 你有一种安定感 所以钱比一可以代表近期可能会有一些升值的可能性 然后可能会有一笔钱进来 小的一笔钱因为他是一号 也可以代表就是你正在往某一个道路去前进 这个道路是跟你事业金钱有关的 然后你即将会开启一个新的道路跟开启一扇门 保健五逆位可以代表就是因为心情好不想跟人吵架 所以你就觉得跟你吵没有用 所以你会远离就是分战远离吵架 大肆化小的一种状况 所以避免纷争 所以我是感觉到这个 温暖安定的感觉吧 安心的感觉 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 小硬牌卡有什么要补充给你的 甜甜蜜蜜对不对 我们有干的牌卡代表就是甜甜蜜蜜 然后我们有哈尼 是不是充满爱 太多牌卡在讲说就是你们在近期就是 定的牌卡就代表锁头的意思 所以你打开了一个锁 这个锁是跟你心轮有关的 所以刚才讲粉红色嘛 不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响应牌卡 刚才我在帮你们看牌卡的时候 然后那个颜色出来 所以这也是奠定 就是你打开了你心里的一把锁这样子 响就代表就是有一种 自由自在的一种翱翔的感觉 代表就是我没有这么沉重的负担了 我终于就是放下我的心中的那块大石头 这样代表你有一双翅膀 你会展翅高飞的 你会因为你开始从更高的角度去看事情了 然后你不再是有架锁锁住你的腿 不让你飞翔 不然就是锁住你的脚踝 你本来要飞起来 可是有一个铁链在拉住你的脚 我只有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 可能它是一个metaphor 代表就是一个比喻 可能会对应到你们有一些人 可是我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 就是有一个锁了 原本是一直拉着你的腿的 可是因为有家人的支持 或者跟家人和解了之后 你这个枷锁断了 这个枷锁已经不再拉住你了 不再往地上面 那个地表面那边就拉着你 你可以开始飞起来了 然后没有封的牌卡 代表就是因为沟通 爱是从内心里面散发出来的 可是近期你的大好运不只是在讲爱 它也是一种如何表达心中的爱的一个课题 所以恭喜你们 OK你们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你看这个大好运有种往上升级的感觉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你的爱我牌卡 有什么宇宙的信息可以告诉你 这里我们有感激你所拥有的 OK不管对于错好与坏 过去的事情还是本来就很好 OK 你有一种感恩的心 你这感恩的心啊 是来自于就是你内心的温暖 所散发出来的 你会开始就是学习观察大自然 你的智慧会有所增长 然后 可能你在心里面有一种否定的感觉 因为在 OK不管是你的家庭状况有多好多坏啊 其实有时候可能家人讲的一句话 否定你的话会让你也开始否定自己 可是可能说开了之后 讲开了之后 或者就是和解了之后 或者放下了之后 你开始接受就是你的全部 所以这个幸福感 其实是来自于就是你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 接受全部 因为你觉得就是家人的 这个讲开了之后 发现到可能是沟通不良 可能是误会状况 还是就是当时讲错话 什么之类的 让你开始否定自己 或者就是思想上的不同 可是我们沟通了之后 发现到其实家人是可以接受你的 或者 他们可能之前也做错了一些事情 让你开始自我怀疑 而这个沟通之后 让你去接受就是全部的你自己 我们看一下这个 只是此刻做一些开心快乐的事 你你你就是开心快乐吗 因为觉得没有东西比现在还要更幸福 没有什么东西是比现在更快乐 所以这个是这个占卜是真的非常好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接受自己的真相 对不对 接受自己的全部 接受自己的真相 所以其实是个非常好的占卜 我看到就是你很幸福我也很幸福快乐 好希望这个账卜呢 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选择云的牌卡 好选择云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 近期你们有什么大好运哦 这个云也是六号的牌卡 你们也可能选择了六号 好我们来看一下 抽几张雷诺曼牌卡 来看一下 哦呦呦呦呦呦 它飞出来 OK我们这里有狗 然后我们有这个 云可以象征着就是可能很迷失啊 或者不知道正确的答案啊 或者也可以象征着就是可能不知所措啊 可是我需要看一下一些详情啦 OK我们看一下先这个 十字路口鸟儿的牌卡 然后我们有月亮 加上这个爱心 近期你们的人际关系会变好 因为我们第一首先是看到就是狗的牌卡 代表就是可能你们的在交友上面选择 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朋友啊 或者跟你的朋友之间会有更多的话题聊 最后看到就是有很多的那种 有一种谈心的 你会有可以谈心的朋友 可能你们晚上出来吃饭是怎样的 我过几天要跟我的同学一起出去吃饭 所以很有可能啊我自己也是会选择这个啦 或许啦我不知道 因为我每次帮自己占卜的时候大众占卜 我看我自己大众占卜可能久久几个月看的时候 我会选就是一些号码来看自己的运势最近怎么样 终于看自己的大众占卜 OK这里我是看到就是可能晚上在约人家 你可以约人家 然后可以讲心事 然后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分享 也或许如果你们觉得没有朋友本来就很多啊 可以代表就是可能你跟你的朋友之间会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 然后聊到很晚很晚的那种 当然近期你的好运大好运呢也是包括就是可能如果你没有什么朋友的话代表就是呢近期可能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交到一些不错的朋友哦 所以你的人体关系上面是看起来很好 尤其是跟交友可以相信的人 因为果我们代表就是忠心忠诚的人 关心你的人照顾你的人也可以代表你也相同的去照顾别人的一个人 所以有一种互相扶持互相照顾的一个友谊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向 当然爱心的牌卡可以代表如果你单身的话 如果你想这个脱单的话 这里我是看到有友谊可以转移成变成不转移 友谊开始发展成爱情跟恋情的一个走向 所以很有可能你的桃花是来自于你的朋友哦 所以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你们说是不是啊 其实如果你单身的话当然就是你的友谊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我们继续看 我看一下这个树的牌卡 船的牌卡 可以代表旅行啊 或者就是近期可能去海边啊 大自然啊 对你的身体健康会很好 或者近期你们有这个计划 公园的牌卡都是根据大自然有关的 当然我是看到就是 人际关系人多的地方 可是海边一直出现 OK 这里我看到关代表换季的时候 也代表就是我们有这个毛的牌卡 又是跟海边有关 OK 当然这个毛可以代表是长久稳定的关系 或者长久稳定的一个友谊啦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这个友谊呢 是跟你有一些缘分的 或者跟你就是有一些 他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 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就是 灵魂伴侣不仅限于就是你的爱情 灵魂伴侣可以代表你前世的亲人亲人 或者好朋友 然后在这个灵魂伴侣当中呢 你是会结识到 或者近期会跟 就是跟你缘分不错的一些朋友一起聚在一起 然后这个是对你来说是个非常正面正向的一个人际关系 然后我们再来看就是 这个船跟十字路口呢 这两张牌卡都显示就是跟上路 或者旅行跟交通工具有关的两张牌卡 所以代表就是可能你会去一些比较近距离的地方 或者更远的地方可能会出国干嘛的 可能跟你的朋友或者你去到一些地方 然后你会结识到一些新的人 然后我看到就是跟很多人交谈 很多的分享很多的沟通 在你的情绪上面或者在创意上面 灵感上面会有一些转变 或者会给你一些激发一些不错的一些新的点子 这个人际关系是长久的 如果近期你的友谊转变成这个爱情的话 这里讲说这将会是一个永久的爱情 是一个长久的爱情或者一辈子的爱情 所以看起来是蛮受到祝福的一个 一个近期的一个祝福啦 我是看到OK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所以假如说近期的身体健康看起来蛮不错的 所以可以去远门可以去社交 然后有一些事情会转变 转变的原因是来自于就是很多东西是可以做长久的打算的 或者就是可以去建立起一些长久的人际关系 然后这里讲说就是那个十字路口 朋友的选择有很多的沟通机会 然后可以就是可能有一些浪漫的爱情会出 会 会 嗯 我不太要讲启发的 可是好像不是这个形容词 好这里讲说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感情的开始吧 好 看起来蛮不错的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就是你的 多一幅吧 我们又拿多一幅就是 这个上面我帮你解答什么 什么其他的信息 多一行吧 不是多一幅多一行 OK这里又是树 代表你近期的身体健康非常棒 不然你不会抽到两棵树 两棵树的牌卡 好这里狐狸的牌卡 OK你的人际关系也可以帮助你的事业 这是我看到如果你是有九点到五点的一个工作 或者你是上班族 或者你在想这样要开发一个新的技术技能的话 这里讲说近期会看起来蛮不错 因为这来自于就是你的人际关系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这张牌卡要出来 又是公园的牌卡 可以代表你的人际关系 透过你的人际关系 你将会有不错的一些事业的帮助 或技术上面的提升的帮助 他只是在确认就是小孩的牌卡 可以代表新的人际关系 所以并不只是讲说你原本的一些友谊 可以代表开发一些新的人际关系 跟新的友谊 当然也有一个新的爱情 如果你单身的话 编子的牌卡 编子的牌卡 当然刚才是有看到 可是我不太确定 可是当编子的牌卡出现 我可以确定 就是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就是想要跟你好好相处的 所以我们的狐狸的牌卡 可以代表就是有些人际关系 它是有一些计谋的 或者有一些阴谋在接近你 是有个狡猾的人 可能要算计你 还是就是要利用你 所以这是你需要留意的 所以你不要天真的以为 全部的人都是好人啊 还是要有一些人际关系的扫描 扫一下就是到底谁可以跟你 处得比较来 这是我看到的 不然在将来你会有一种 好像因为我怎么 这个渣谱讲说我人际关系不错 可是为什么我遇到这么烂的人 就是只能讲说 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因为人很多 所以并不代表就是全部的人 都是可以跟你处得来的 或者就是心存心里是存着 那个善念的来接近你 有些可能就是有一些 想要利用你的人 所以你也需要留意这一点 不要天真的 不要那种天真的这种交友的 一个状况的话 基本上你们这个大好运 其实是蛮不错的 我们继续看一下 身边皇后的逆位 也是一个提醒吧 这代表就是如果你遇到 不好的人的话 你会把你的这个心给封闭起来 然后不相信别人 可是也不是每一个人接近你 是真的是想要跟你做朋友的 有些就是没有公平的付出 没有平衡的关系 所以一直要跟你的 在你的身上一直索取东西 所以你需要去留意一下有一个这样的 或者一群这样的人 他们讲说他们有多可怜 是有多可怜 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事实上他们不是那么可怜 事实上就是 他们的想法是蛮可怜的 应该是讲说他有这种想法 可是他们实际上 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怜 他们只是讲出来 想让你去同情他们 他们是实际上就是没有那么的不堪 这一讲说就是他们会想要颠倒一些事实 或者颠倒一些你对他们看他们的一些角度 所以你需要去留意一下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好人 你只能做的就是不要放太多心思 在这种人际关系上面 或者这些人上面 当然有个可以跟你合得来的人 当然也有想要利用你的人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 就是你要看一下这个人际关系当中 你付出可是人家有没有也付出的一个状况 也不是讲说就是你一味的付出 总觉得这个人是大好人 然后有一点看不清楚就是这个人 或者不想看清楚就是这个人 其实他其实对你没有贡献 一直在跟你索取一些东西 所以你需要留意有些人际关系 是不需要放太多努力的 因为你放太多努力 他也不会开花结果的 他只是一个过客而已 或者是暂时hello跟bye bye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们需要留意一下 一个这样的人际关系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爱我牌卡 我等一下会抽小英的牌卡给你 可是我先拿这个爱我牌卡 那就先看这个吧 你可以改变你的未来的 所以这里讲说人际关系还是要看清楚 就是哪一些人是可以深交的 哪一些人就是浅浅浅浅有这个字吗 就是不用太深交 好不要批评你自己 并不是因为你的错还是怎样 只是教你如何看人 就是这样子了 也没有说什么东西了 创造的力量在你灵魂深处 你有很强大的创造的力量 而这个创造的力量是来自于就是你的内心深处 我们看一下 认清自己并不完美 当然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还是在你在未来在近期 你要做的一些事情 你要知道就是你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是对的 你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完美的 OK 你还是会有不完美的地方 可是 it's ok OK 人就是不完美的 释放你的焦虑 因为你越是想要追求完美 你越是感到焦虑 是不是要放过一下你自己呢 好我们抽多几张小鹰的牌卡 看有什么其他的指引可以提供给你的 迷宫就代表你 再假如说就是有种迷失的状况 你好像刚才好像是选云吧 OK 云影可以代表迷失的一个状况 花就代表就是 有一种很幸福很快乐 我不管就是我前方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可是你一直在转 原地打转 然后等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有一种晴天霹雳的感觉 就代表你的人际关系 又回到那个课题了 OK 就是甜甜蜜蜜 他为什么要打破 就是我跟他之间的一个 一个这么和谐的一个人际关系 或者这么和谐的友谊 他为什么要打破呢 然后你会觉得是不是我的错 是不是我的错 不是 是这个人的本性 OK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看人 还要看得清楚 然后要擦亮你的眼睛 然后再去跟人家结交朋友 会有很多不错的朋友给你选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朋友 OK 好 我希望这个账卜 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选择 22号十字路口的朋友们 好 选择22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牌卡 近期有什么大好运即将来临呢 OK 22号这个十字路口牌卡 象征着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选择 你有好像几条道路可以走 所以我们看一下 狗的牌卡 又是人际关系 为什么你抽到跟 本来这是另外一幅 这是另外一幅 雷诺曼牌卡 你跟之前选择云的朋友们 抽到的牌卡 前两张牌卡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好吗 好 我看一下 这是三的牌卡 镰刀 OK 后面是不一样的牌卡 可是我们这里有 男子的牌卡 OK 这个是这样说 你的朋友会告诉你 就是你其实是有很多选择 当然你是跟前面的那个 两张牌卡是 前面是一样的 可是故事不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听下去 好 这里我是看到 就是这里讲说 有一个朋友呢 讲说就是你其实有选择的 可是为什么你要堵住你的道路 为什么你不要切断 跟这个男的之间的关系 这个男的很有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 你的家人 亲人什么之类的 有一个男的 你要切断一个关系 或者一个好友也说不定 所以在讲说就是 为什么有一个人苦口婆心的 在跟你讲说 就是这个人对你的不好 可是为什么你要切断他 不是 应该讲说 为什么你不要切断他 跟他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个人阻碍了你前进 阻碍你的这个发展 为什么你不要切断 跟这个男的之间的关系 这个朋友他可以给你很多 有建设性的帮助 或者他实际上是真的想要帮你的 可是你有没有在听 所以你近期的好运 就是有没有在听 这个朋友释出的善意 他这个朋友真的很想帮你 他让你看清楚 就是前面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小人 他会把你一一点出 那个小人是谁 所以我是看到有一个 蛮不错的人 在点出你的身边的小人 他好像是你的指南针 这样子 告诉你往这个方向走 或者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这里我是看到 就是你的这个朋友 真的是真心想要帮你的 所以如果你们身边有一个朋友 不是每一个人 是可能你们有一些人 你的朋友会告诉你 就是可能你的另外一半有小三的话 可能或许是真的是一个真相吧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他好像你的指南针 这样子在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前方的路 可以就是去避免的 或者也可以代表就是你需要切断 某一个人际关系 因为有一个人 这个男性在背后在说你的坏话 所以你需要小心 所以也可以代表就是 你身边有一个人就是不可以相信的 所以他在跟你传递这个信息 想要让你去切断 就是跟这个男的关系 你们可能需要切断两个男的 也或许是切断一个男的 也或许是切断 我感觉到是比较像是男的 因为这把镰刀是看向这两个男的 所以你们需要留意一下 一个朋友在警告你的一个信息 是真的想要帮助你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我们用另外一副雷纳曼牌卡来看一下 蛇的牌卡 你身边其实是有蛇的 蛇可以代表就是不可以相信的人 就是不老实的人欺骗你 或者在背后捅你一刀的人 或者就是 就是讲谎话 然后 有阴谋 我们这里有棺材的牌卡 可以代表一个结束一个关系 或者结束就是一些小人 或者小山的一些事情 月亮的牌卡代表就是结束就是跟他之间的恋爱关系 或者结束跟他的情感 或者可以代表就是对他的关心你即将会结束 可能你们有一些人会为此事而难过一阵子 或者很长的一阵子 也或许是你跟他之间已经认识的 这个你需要切断的这个男性 可能是你认识很久的某一个人 可是我们有十字路口的牌卡 你切断之后你反而可以让你自己 开阔更多条的道路可以给你去选 现在你的你要走的道路可能是被阻碍的 因为这里我们有十字路口的牌卡 它删在旁边 代表你的道路是被某一个人给阻断了 或者阻碍了 所以你的发展的可能性没有这么多 可是如果你切断了这个男的话 这里讲说你会有更多更长久更长远稳定稳固的一个工作机会 或者一个长远的一个打算 所以一个长远的道路可以给你去选 你的选择性会变得比较多一点 可是如果你卡在这个 那就是有问题了 那就是你的选择性会被阻断掉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人是的确是蛮想帮你的 狗的牌卡代表很对你忠心的一个人 是真的想要帮你的 所以要听一下别人的意见 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牌卡 OK审判的牌卡代表就是有一个东西即将要结束了 或者你死而复生了 这代表你切断了这个人际关系 你切断了跟这个人 你断连了这个人之后 你会总觉得你灵魂好像活起来 活过来了 因为为什么因为之前他一直在阻断 就是阻断你的道路 你可能在这个人际关系 或者跟这个人之间有什么纠结 什么让你伤痕累累 让你觉得你好像需要保护你自己 这样这个人这个男的 他拿着这个拳杖 他舒服吗 他不舒服 他上面还绑着这个受伤的那个 就是很 就是你没有必要去跟人家吵了 我是觉得 或者就是让人家伤害你了 为什么你要让你自己过得到这么辛苦呢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要蛇附身了 就算我伤痕累累又怎么样 唯一一点就是你能不能去听一下 就是别人给你的意见告诉你这个人不好 因为这个你切不断 或者你需要切断的这个人 他有一些引诱你的地方 不然他不会出现魔鬼的牌卡 代表这两个男女 他们其实他们的 这个 他们是有这个 那个铁圈是绑住他们 在这个铁圈里面的 所以代表就是约束自己 所以代表就是你能不能抵挡住 他给你的诱惑 你能不能抵挡住 他想引诱你而激发你的贪念 所以让你想要去追他 还是留住他 还是不要切断他 所以他有一些引诱你的地方 他有一些想要让你吸引 吸引或者让你切不断 可是你要去想一下 这个人真的对你来说不健康啊 你能不能放下 不要看在过去的情面上面 他会一直讲一些过去的东西 让你内疚还是什么东西 看在过去的这个 这个关系什么之类的 因为圣杯流逆位就代表就是我一直在提过去 可是这个过去是很不精彩的过去 或者不开心的一些过去 或者他要再塑造一个好的过去给你 所以让你去看在这个过去上面 不要切断他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应该有一些断捨 你一个是不会看到的 所以你需要去平衡一下 去衡量一下 钱币这里再平衡衡量 就是到底要不要切 到底要不要留 到底要不要什么 到底要不要短年 要不要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再衡量 衡量你的金钱 衡量你的时间 有些他们可能跟你借钱 OK 其实不太好 或者就是在情绪上面操纵 你还是怎样的 或者就是讲说就是距离啊 或者就是讲说没有空啊 因为我在国外啊 我没有空啊 因为就是近期我有些工作啊什么 还是近期我没有钱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你需要去 看一下就是这个 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 其实不用看啊 这里你去看一下吧 你愿不愿意去切断这个 因为你身边是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人 一个在乎你的人 想要告诉你要切断这个人 我们继续看 小鹰的牌卡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我们近期有什么大好运呢 我们这里有雪的牌卡 可能你看 这雪代表就是寒冷 寒冷的冬天 寒冷的冬天 顿就代表就是好冷哦 我想要保护我自己 是不是这个人让你感到孤独寂寞 还是就是让你被冷落 我不知道 有一种就是好像 他让你 如果有一个人让你觉得 你需要保护你自己的话 那这个人际关系 真的需要去参考一下 你保护你自己 他还一直在攻击你 这个人际关系是真的好的吗 你要去探索一下 你要有一点自爱 这是我看到 剑的牌卡 就是他一直拿着这个剑去 你已经想说就是 如果你不切断这个人际关系的话 你会继续的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面 瑟瑟发抖 觉得就是好孤独 好被冷落的一种感觉 然后你想要保护你自己的时候 他会一直不断的攻击你 我不知道是 如果是言语上面的攻击 还是实际上是有一些肢体的攻击 可是你需要小心 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人际关系 而你的近期的大好运 就是切断这个 醒过来去切断这个人际关系 因为你身边是有在乎你的人的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多一张牌卡 给我多一张牌卡 OK 他要跳出来 三张牌卡给你 所以我们就跳出来给你 跳 升 就是代表宇宙真的是想要你 跳出 跳脱出这个人际关系 不然这么多牌卡出现给你 再讲说 他的攻击你的这个缘由 是因为他想让你 感觉到你什么都不是 你一无所有 你什么都不是 You are nothing OK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 这个不太好的人际关系 你需要去看一下 再讲说你要跳脱出来 因为你自己是有声音的 你有声音你有意见 你需要发表的 如果他不接受你的意见的话 那是他家的事 因为这里我是看到 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代表 就是你一直不断的被否定 他会让你一无所有的原因 是因为他可以有权力去驾驾驭你 应该是这样讲吗 驾控你 所以他有一种这样的一个power 这种力 这个掌控欲在你的头上 可以永远的控制你 所以他会让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是 这样子你才会乖乖的听话 所以反而就是你需要去小心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感觉赶快 OK切断这个人际关系 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到底是你的家人朋友 还是你的另外一半 可是这是你需要留意的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 宇宙有什么 我不知道我先听到宇宙给你的信息 就是小孩 他讲说就是小孩 他把你当成是他的小孩 小孩你需要释放你的痛苦了 你为什么要一直跟这个人纠结在一起 你要释放你的痛苦 释放你的愤怒 因为你如果你还继续的恨他 对他有施加愤怒 你可以做的就是走开 只是此刻做自己开心快乐的事 一旦你走开 你就开始去寻找你自己的快乐 或者找一些开心快乐的事情去做 如果你不切的话 你怎么去让自己做一些开心快乐的事呢 接受自己的真相 而这个占卜是在点心你某一些真相的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最后一张牌卡 你是一位创造者 你创造你自己的现实 所以现在选择权在于你 到底你要不要去接受这个选择 你身边是有帮助你的人 看果对你忠诚的人 可以相信的一个人 好选择7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这个蛇的牌卡 蛇可以代表就是小人啊 负面情绪啊被人捅一刀啊 可以代表性感的女人啊 可是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走向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近期会有什么大好运即将来临呢 你抽到了钥匙的牌卡 非常好 鞭子的牌卡 OK 狐狸的牌卡 你在骂人吗 还是你在 有一个人被骂 因为他太狡猾了 他在后面就是搞心机 耍动作 以为自以为聪明 又是的人 我看到有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有人在背后笑 是你们在背后笑的这个人吗 我不知道 好 这里讲说就是有一个东西 东窗事发了 有一个秘密啊 是怎么样的 然后有一些争执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 有没有参与这个争执 还是就是这个 把人家挖出来的一个 一个活动 我不知道 可是这里有讲说就是 好像发生了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人在耍心机 或者有人在骗 在搞诈骗还是怎么样的 或者想要操纵别人 自以为聪明的人 可是又被挖出来了 有一个东西被挖出来了 不想被挖 可是被挖出来了 可是有一个人 就讲说好幼稚哦 或者就是这个人好幼稚哦 或者挖出这个东西之后 你将会有一个新的东西 即将会诞生出来 所以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有一个东西被发现了 我不能太具体的原因是因为 OK 你刚才蛇的牌卡对不对 现在蛇的牌卡就出现了 可以这里讲说就是挖出什么 挖出一些黑暗的东西 挖出一些阴暗面 或者挖出一些不该被挖出的 肮脏的东西 或者挖出什么小山小王之类的 或者你骗他 还是你操纵他 还是你在利用他 还是你在背后捅人一刀 凡是就是不好的东西 负面的能量 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 本来就是有人想要紧紧的把它埋 就是死都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 他本来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好遗憾的是 好遗憾的是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不能被带进棺材 这个东西就已经被人发现 被人家挖出的一个 别人想要守住的一个东西 可是又守不住 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 从始至终就不是一个秘密 好这里讲说就是有人吵架 有人在这个人 在跟另外一个人吵狗咬狗的状况 幼稚的纷争 这件事情本来是以小事来 小事而研发出来更大的事情 或者就是有一个人 就是很幼稚 本来是从一个幼稚或很小的事情 被放大出来 所以抖出来的东西 抖抖抖抖抖抖 把很多的秘密给抖出来了 也不是秘密 把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给抖出来了 你的好事就是这样子 可能这件事情是跟你有关的 有一些几个女人在参与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了 这里有女子两张牌卡 叫做蛇野是一个女性牌卡 我很少看这个扑克牌的 可是这有JJJ OK 换句话说就是 J 叫J的一个人吗 还是他的名字有J 有东西被抖出来 然后可能J可以代表 在扑克牌里面代表 就是比较年轻的人 不管男女啦 尤其是少年的一个年轻的男生 也说不定 所以有很多人参与这件事情 远在很远的地方的人都听到了这个消息 这个人应该他的名声会蛮惨的 因为这个消息被传到国外去还是传到很远的地方 不该懂的人也懂了这件事情被东窗事发了 因为很多人都在传有关这个人的信息 传简讯或者在媒体或者在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OK 可是有一个东西 如果这个是跟你自己私底下的一些东西 可能是一个邮件 可能公司里面发邮件告发这个人 或者他闹到新闻 还是就是一个邮件的一个 还是一个简讯 社交媒体的一个 有人把它抖出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个东西被抖出来了 所以有直接影响到你 所以你戳到这张牌卡 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很多人在谈论这件事情 可能是你公司的一个某一个主管做得不好 一直在压榨别人 很多人在谈左邻右舍都在谈 因为物质的牌卡可以代表你的家人也在谈 谈这件事情 或者你跟你家人讲这件事情 蛇的牌卡就代表就是这个小人 OK 这个小人不能再隐瞒 他是小人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东西被抖出来 很多东西即将会崩塌 很多东西即将会有大幅度的转变 所以他是迈向一个新的方向的一个走向 所以蛮不错的 镰刀的牌卡 很多的切断很多的可能有些人会被因此而开除 或者因此被局出某一个集团或者被赶出家庭核心人物的一个状况 或者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状况还是本来是一个有一个社交圈的可是他被被赶出去了 所以他即将不属于这个群人或者就是这个整个集团 所以有一个人即将会被离开或者被裁员或者被辞退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圣杯二这代表就是不能够好好的合作 或者就是这不是一个好的感情 如果有小三的话 Oh my god 这里有三个女人 所以可以代表有小三小四可能有小五 三个女人 OK 不能够合作 这里讲说不能合作的工作伙伴 不能在一起的恋人 不能结婚的人或者不能继续待在公司的一个人 或者不能待在我们的机构的某一个不可以相信的人即将会离开 很多人都在庆祝这件事情 呼啰呼啰在庆祝 讲说真棒这个人终于离开了 有很多人在计算就是要什么时候这个人才能离开 这在平衡就是这件事情 可能有一个人在做账 然后看到就是这个账跟这个人所做的东西好像有点不对称 可能这个人可能会被告上法庭也说不定 因为我们这里有教皇 虽然教皇的牌不直接指向这个高上法庭 可是有一种就是我在衡量 我在平衡就是到底这个金钱利益是什么状况 还是时间在平衡 我在计算时间或计算这个金钱的一个状况 在衡量再做出一个选择 而最后的决定就是让这个人离开 我有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 好我们看小鹰的牌卡 库洛牌卡有什么信息呢 这张牌卡进 有一个人不能讲话 或者有一个人在观察 Libra 称 代表就是有一个人在静静的观察 在平衡在衡量一些事情 他没有把事情 应该想说这个东西是这个观察的 这个观察者或者一群人在观察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说证据还是在 在找寻一些东西 找寻一些资料是什么 还是还是就是在静静的 证明某一个东西 所以他在平衡在看 可是他是没有发出任何的 的声音的 他是静静的在一旁在那边看 然后花可以代表这件事情 是迈向很好的结果 非常好的结果 很多人会因为这个结果 而感到非常开心 物可以代表就是这件事情 原本是很多人看不懂 或者不想要揭发的一个东西 或者就是让人家觉得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 从那个起初点 然后慢慢变成 变成就是 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 都找到一个答案了 爱心的牌卡可能指向你的感情 也说不定 可是也可能是指向就是 很多人很开心就是这个人离开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宇宙有什么信息 写要告诉你的 感激你所拥有的 花时间沉浸在大自然中 你会释放你消极的态度 我好内疚 所以这里讲说释放你的内疚感 你是一位创造者 你创造了你自己的现实 所以看起来就是你们在庆祝某一个人 被揭发了 好那就恭喜你们 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切顺利身体健康